最近消息 父亲也是警察的洪海董上郭台铭 为了要慰问远警在学运当中的辛苦付出 昨天晚上他到了警政署 是以个人的身份捐赠了新台币一千万元 要给全国警察之友会 而除了郭董之外 台北市电脑工会的监视会的召集人宣明志 他呢以及一些资讯的产业代表 现在也捐赠了两百万元 洪海董事长郭台铭 现身警政署全场欢线雷动 市长与各位贵宾一同合影 原来郭董为了慰问远警学运的付出 特地带了一千万的大红包 以个人身份捐给全国警察之友会 内政部长陈威仁 警政署长王卓军也全都到场见证 所有的我们社会各界 大家给予支持 大家勇于的监现 我这是一千万只是个专 父亲也是警察的郭董 肯定远警的辛劳 还约定未来办场活动 让远警到肯定度假 除了郭董工商界各方 也都有人捐款打气 感谢警察 台北市电脑工会监视会 召集人宣明志 及相关咨询产业的代表 也捐了两百万元 还有数千份的凤梨酥和茂骨干 大家都希望远警的辛苦有代价 冲突事件也能快顶落幕 记者张艺人林一祥台北报道